您各位好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如果您去京东的张洁王古镇 也许就会发现 在镇西南的萧太后蕴良河边上 有一座巨大的雕像 这就是清代伟大的作家 写出了红篇巨著《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雕像 您若问及乡人 这塑像为何在此 乡人会对您说 曹雪芹就藏在这蕴河边上的张家湾 《红楼梦》对中国文坛的影响巨大 故而此书在民间广为流传后 便有不少的地方争夺起曹公的原籍 生卢之地以及著书之地 乃至于焚营的所在地 那么通州的张家湾 为什么能在这战火硝烟的争夺战中分上一杯羹呢 首先呀 这曹公祖上鼎盛时期在张家湾确实质有田产 有六百亩的坟地 也有马来瀑户 据说呀 当时有档铺和染房 都是曹家开的 古城南呢 有花枝巷 巷内有古井一口 乡人啊 俗称曹家井 古井原来啊 井水很甜 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呢 便发色发苦 只能用于浇菜用 其实啊 本朝以来 萧太后运粮河 便成了排污河 古井呢 与这河道啊 只隔着一道城墙 您说这水它能不臭吗 除此之外呀 本地还出土了曹公的一块木石 虽无官果师无佐证啊 但时尚刻有曹公的名讳 至于这木石的真假呀 我觉得您看看照片 自己也能判断 1995年 曹公诞辰三百年之际 有专家汇集张家湾 其中啊 冯姓洪学家 断言本地便是曹公的墓地 又有史性文物考据专家呀 断言这块木石 它确实是清代的一物无一 不过这冯专家呀 接受过本地政府赠予的田产 这史性专家呢 善于将这个新物断骨 所断之言呀 我看呀 在学术价值上啊 还是有待商榷的 国学大师周武昌先生啊 就对此表示怀疑 曾言啊 但愿此木石为真 这老先生他语代双关呢 也是不爱得罪人 换作旁人呢 或许也就随声附和 也好在张家湾 置点房产啥的 嘿嘿 我想啊 多数相信曹公葬于张家湾 都是读了二月和先生的 乾隆皇帝一书 此书啊 他也算是一部才子书 可以读多 书中描写曹公的目的啊 就在此里 问及灵解放先生呢 为何如此描写呀 二月和答约 这一说法啊 他脉络清晰 比较利于啊 写入小说的情节当中 那您看这二月和啊 他也特意的随意了 其实呢 这个有个逻辑性的因素啊 被人忽视了 曹公这个族时啊 家族已被抄家 张家湾的田产铺户呢 已然被冲公伐木很多年了 坟地都已经成别人家的了 哪还能葬他呀 这无论这曹公葬于何处啊 都不影响《红楼梦》这部书的伟大 我实在不是个这个名人考据派 今天聊这些事呢 也只是饭后闲谈 我曾与这张家湾本乡的一个文化人啊 说起过自己的观点 他对我连用了四五个牌笔句 我就不敢言声了 哎 我姥姥活着的时候啊 就教育我 千万别跟运河一路边上的孩子打架 刀毛戳减的出身 一个个都厉害着呢 可恨呢 我没听他老人家的教诲 才有此一瘪呀 其实啊 追溯考据历史名人 本就是地方政府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的一种敛财手段 您是个读书人哪 就别太在这方面较真 有这较真的功夫 还不如再读一遍 《纸燕斋重评石头记》呢 我是您的好朋友昆仑刘石 喜欢我的频道 请您关注点赞并转发 您对我的支持 是我能更新下去的最大动力 谢谢您的观看 再见